台大实验林着重于文化富裕 日前在南投县水里木材实习工厂 办理为期一个月的原住民考取丙级木工证照研习课程 主要以新印象原住民为对象 并陪着部落有潜力的人才学习木作 展开数科及学科训练 辅导考照 协助设置工作坊 期盼为部落工艺开拓出新路 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团队以及教学团队 在我们地方经营 和在这里做到他们的研究推动 中有一个顺畔就是可以做到敦清木林 然后用他们的专业 可以教会我们在地的民众 今天我们感谢台大实验林 水里营区就是木工厂 可以说特别来做到我们的木工的一个原始营 我们的木工的这个原始营 在现在的社会已经是越来越久 对于就是他做年轻 他竟然学习 他就学习到一串工夫 但是现在我们的家庭都推动 就是高典的孩子一定要设斥 然后能够取得到尽管的学力 以后能够来证据 就是公务人员的工作与这些企业 可以来伺候他家庭 但是往往都无法导致我们的家庭 所思维和家庭 有很多的孩子 反而就是他的地匪和生亭的条件 但是在我们这里 社会要来保佑就说 我们很多家庭 可以专一个方向就是说 现在都是证照的这个时代 我们高典的孩子 偷偷来扣出这个证照 可以说来做到计职的学习 我今天我们在办这个活动 那主要就是要 我们实验年车协助原住民 然后能够学习这个 丙级技术的一个证照考取 那我们更希望这些原住民 能够把这些技术带回部落 然后回部落发展 更多的有关木材相关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用品 台大实验林长期以来 与新一乡各原住民部落 均维持良好互动关系 近期未推动 台大实验林与新一乡共融计划 故开办本研习课程 让原住民部落年轻人 能在地扎根培养第二专长 有一手记忆在身 取得征照后 能成为原乡的木工总指教师 开创木工技艺班 发展手工DIY伴手礼 结合推广部落在地生态旅游 促进地方经济繁荣 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技术 有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先 协助他们取得征照 当他们有征照 就是代表他们在从事木工 已经有一些基本的技能了 那基本 那接下来进入第二阶段 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回到部落 让这些种子的这些部落的年轻人 然后回到部落能够成立木工坊 那要怎么成立木工坊 可能要买一些机具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第二阶段 或许我们接下来可能有机会再协助他们了 那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再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有其他的部落想要学木工 就把这个技术就由这些种子的这些原住民 然后再交其他部落的人 好 这样子 就是说确实把这个技术扎根在他们部落里边 那接下来第四个阶段 就是说当他们都有这些技术 有这些设备 有这些木工坊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有机会的话 再跟我们工厂合作 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们合作 可以协助他们 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共同创造出 有更多的一些商品 这接下来可能就牵涉到 就是要怎么去量产 好 那接下来怎么样去做设计 那这个部分我们工厂一直都有在做 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可以 可以在第四阶段可以再往下走的 那当有自己的技术跟有自己的设备 甚至有好的那个合作的伙伴的话 我相信在整个部落来讲 想要开发出属于他们的那个文创商品 文化创意的商品 或是属于他们想要推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商品 我相信这个就是要看部落的努力 跟部落他们的创意 但是我相信这个商机是一定五线 而且这些木头 都是用我们台湾国产材 就是国产的那个木材 那用这些很有特色这些国产木材 来做这些商品 是可以跟外面的那个木制商品 是有很明显的区隔性的 就是有它商品的那个辨识度 原住民以山林为家 竹木是生活的一部分 工艺普居特色 但随着时空的转换 优质传统手工艺 现已难得一见 因为很早 对这个地方的资源的应用部分 不单单是木头这一块 其实石头也是蛮重要 不过今天我想 比较方便取得跟我们自然的环境 我们原住民的环境 跟这些木材 真的是比较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是属于技术面的东西 所以它必须要有传承 那我个人的未来的想法就是说 希望说把这一套东西 持续的在地方 做一个小小的亮点 然后让大家觉得 这个原来跟我们的生活 也蛮有关系 将来也可以 我是比较本着像 我们传统老人家的信念 所以那种 它就会一直传承下去 就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向用 传统的思维去走 有鉴于传统工艺的没落 退休后的马校长 也来学习木工 记忆中小时候部落里的七老 会自己盖房子 所有的农具及器具 床 柜子 都是自己用木头制造 难得现在台大实验林 办理原住民木工培训课程 让他还能有这样子的学习机会 他觉得非常幸运 因此我退学之后 我感觉了 说我们应该要善加以利用 而不是摆在那边腐蚀 所以这是蛮可惜的 那对于我们部落的手工艺 这一块是有势必要再把它附赠 再提升 就是说开始要注意这一些怎么样来 这个资源来应用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甚至于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的元素在里边 那么使这个它的产值或者是将来 它的潜力是蛮有它的亮点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因此我对台大也这样的思维 我们也是蛮赞成 也觉得势必要这样做 觉得就正如我们台大常讲的 资源的共享这一块 应该是蛮有正向跟正面积极的意义 我对这个手工艺这一块 尤其是木工这一块 在我们就现实面来讲 因为它要长期的去经营跟培养 它不是短时间的 可以获得一些经济的效益 它必须有一个有传承的作用在里面 可是因为早期 因为我们社会的结构跟经济面的转型之后 我们早期老人家把这个部分 也等于把它放在一边 没有继续把它推动或是传承下去 这个就是也跟我们的经济面 是有息息相关的 因为本身它要比较长时间的经营 跟因为最后应该是它会慢慢偏向这个属于艺术的东西 所以艺术的东西它就是无价 它是看不到现阶段 你看不到它的经济马上看到的那个效益 你看不到它必须要长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在部落里面 比较不容易推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之一了 许多学员对于此次研习课程 都抱持着必胜的决心 而台大实验龄也派出台湾大学顶尖的木竹教授 与记忆师前来密集训练 协助辅导 希望能培育优秀的竹人 设置专属的木工坊 未来若有好作品呈现 台大将代为制作样模 甚至代工量产 代回部落 作为在地特色工艺商品 其实有些原住民 它之前就已经有在动一些小木工 有兴趣 可是他们还不知道 怎么正式来学习这个操作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这里可以给它的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期待 其实说真的 他们偷偷跟我讲说 老师我真的很想要考到征照 我真的可以吗 我就说你只要跟着我们 那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放下工作 放下家庭小孩 然后来这里 那为什么来这里 大家很清楚 都是希望能够 能够考取征照 然后为自己未来的生活 希望能够有多了一个可能的机会 那这个部分他们其实是都有这个共识 而且你看大家都是放下家庭小孩 然后放下工作来这里 所以我们也不能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们就是要更要把时间用在集中的来培训他们 其实这个部分 你要学木工机具 大概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要从旁辅导 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要做到什么程度 从一开始都没有 那我们就先协助他们 辅导他们怎么去购买一些基本用得到的机具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 看他们接下来想要再发展什么样子的特色 甚至要量产的话 那当然有不同的要求 有诉求有不同的那个机器的那个我们所需要去添购的 那以一般来讲 只是传统的木工机具啊 其实它是不贵的 那如果能够在那个原民的原民会还是经费支持下 或者是社区的经费支持下 我是觉得说不是每个人去成立木工坊 而是一个社区就成立一个木工坊就可以了 是可以集结这个社区的资源 那要去成立一个木工坊 我相信应该是不难的 台大实验龄之前也举办过一次 原民木工记忆研习课程 效果非常的好 这次再度办理这样的内容 除了可以让原住民朋友学习第二专长 也能把木工和原住民特色做结合 创造属于原住民风格的木工艺术品 议员陈淑伟除了感谢台大实验龄 能够开办这样的课程 帮助原住民朋友 也期许学员能够精进所学 那今天我们台大实验龄 我们水利益区这个木工坊 他们就特别来辅导就是说 我们原住民这些好朋友 来跟这个木工坊 来学习就是说 这些木工的技术 跟他的这个工作的关联的学习 所以这些好朋友来这些学习以后 希望他们可以拿到他们的部落 还是说他们的地方 做到他们的职业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那当然现在我们很多工作都需要靠到说 我们来给我们修理 有时候我们家庭的家庭 也就是说我们的木工的东西 如果害去的时候 我们没法有那个工具 跟那个器材来给他做他修理 但是我们只要说 出民家有一个好朋友 他要这个木工的时候 我们请他来修理 第一个我们可以说 让出民家有一个就业 和賺钱的机会 第二我们也来信用他来方便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木工培训的一个研续营 我们也希望这个研续营来结业之后 对着这些学习有所帮助 但是要是再一次来感谢到 我们台大学人 水里营区木工厂 杨主任也能说 来结尾来成为这个经费 来做好 给我们地平才的我们住民朋友 这次的研续课程 维席一个月 课程包括手袍 器具研磨 保养 使用 以及机械操作 工模设计和抛光 涂装等技术 最终目标是考到丙级木工正照 希望可以把这项记忆带回部落 融合原住民风格 打造部落地方的特色 成为布农的尖兵 带领整个部落 使其活络起来 推动更丰富的布农观光文化 能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观赏旅游 民意新闻黄玉怀黄碧瑶 专题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